熟读三国演义 大多数人都不会对文丑感到陌生 毕竟他算是死于关羽刀下的名将之一 于华雄 严良并称关羽的三大经验包 也就是说 虽然他的知名度不低 但是在世人眼中 他仅是一个无能之辈 然而如果细读演义 我们就会发现 这仅仅是一个误解 文丑从出场到阵亡 有许多拿得出手的战绩 例如他曾数核击溃公孙瓒 五六十核战萍赵云 以一队二战大败张辽 徐黄等 不过说到此处 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 那就是张辽和徐黄明明不敌文丑 面对文丑的时候 他们为何为主动上前呢 在文丑与曹军对阵之前 与他齐名的严良曾先一步前来 两军对峙之时 严良三核展送现 一和沙未絮 之后徐黄亲自上阵 与严良占二十核 败归本镇 严良的勇武 超出了曹操及朱江的预料 原文中提到朱江丽然 小编估计 当时最胆颤心惊 且后怕不已的人 便是徐黄了吧 而彼时张辽也是在军中的 丽然的中江 自然也包括他 可是当严良斩杀 与其齐名的文丑到来之时 张辽和徐黄 却仿佛之前被吓破胆的人 不是他们一样 在曹操问 文丑为河北名将 谁可擒之时飞马骑出 身为名将 他们应该是有一定判断力的 他们应该清楚地知道 就算文丑不及严良 也不会相差太多 既然他们敌不过严良 遇上文丑 大约依旧不是对手 可是他们却并没有再次力远 反而主动赢了上去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对于这种情况 小编认为 可能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一 面子问题熟读三国演义 我们不难得知 大多数武将都非常的好面子 即使能力真的不如他人 也不会轻易承认 在面对严良的时候 徐黄失败 张辽则吓得未敢出头 结果身在曹营兴在汉的关羽 出尽了风头 徐黄和张辽 在内心深处 应该是不服气的 可是严良已经被关羽斩杀 不可能复活 再让他们杀一次 因此与严良齐名的文仇 成了他们新的目标 为了避免再次被关羽抢了风头 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所以曹操刚刚问完 他们不急答话 便飞马而出了 二 战局优势当然了 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得到曹操的赏识和重用 这一切都建立在他们还活着的基础上 如果说 他们认为此次出战必死无疑 估计也不会这么积极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 给了他们自信 让他们认为自己有机会战胜文仇 并立下大功呢 三国演义第26回中提到 文仇军既得粮草车账 又来抢马 军事不一队伍 自相杂乱 曹操却令军将一起下土服机支 文仇军大乱 曹兵为果将来 文仇挺身独占 军事自相践踏 文仇和睦不住 只得拨马回走 意思是说 曹操故意用粮草马匹为二 撩乱了文仇的军队 文仇所率的大军 不但已经不能形成战力 反而开始了自相残杀 在战场上 军队出现这样的乱象 基本上已经是必败无一了 除非出现奇迹 否则战局不可能扭转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徐晃和张辽才争相上前 想要拿下这一份大功劳 试想 如果文仇的军队 如严良当初那般旗帜鲜明 枪刀森布 严整有危 徐晃和张辽还敢这样莽撞地冲出去吗 小编认为 他们应该不会的 通天分析之后 我们不难得知 徐晃和张辽明明不敌文仇 却在对上此人的时候 争相上前 并不单纯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挽回被严良吓破胆识丢掉的面子 另一方面 则是料到了文仇必败 想要把握住时机 只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文仇 不但未能挽回面子 还成了文仇的手下败将 再一次颜面尽失 但是张辽还未给予文仇交手 便先被射中头盔 后被射中马匹 翻身落马 徐晃则撂敌不过 落马而回